政府医疗体系发生胰岛素供应问题后 政府今天强调我国没有胰岛素短缺危机 供应量可以维持到年底 卫生部正在寻找替代方案 包括从印度进口 卫生部长主席菲利今天出席活动后强调 接着目前所有病人都得到应有的胰岛素治疗 任何有意和政府合作的供应商 也可以提交申请档案 国家药品监管机构将会审批流程 从几个月加快到60天 他解释向来有两家药厂 为政府医疗体系提供胰岛素 但是其中一家药厂无法履行合同义务 才出现供应疑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于是 名字与住居 这些黑冠门在寻找几个月 而他们的目标 指出长期间 隔离 複定